嗨大家 在12月份的预购书单里面呢 会有两本活动本 这两本活动本呢 分别是Paper Stories 是用剪 还有贴 然后这一个呢是Paper Adventures 是Rip and Glue 用丝的方式 然后也再把它粘起来 然后我觉得啊 这两本的插图 还有它里面的 主题都非常的有趣 希望到时候这一次 大家不只人手一本 是人手两本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本 它里面在说什么 我就用随机的方式 它后面呢有一个像信封式的 然后就可以把 没有用完的纸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你看哦,后面这里面有几页 很多彩色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沿着这个线 把它全部都 剪下来 然后剪下来呢 再放到最后面之后 孩子们就可以直接 这样一页一页找着使用 好,那我用随机的方式 看看这一本活动本里面 有哪一些孩子可以做的呢 Over the rainbow is an ocean Catch me if you can says a big fish Decorate the fish with colorful scales 这一只鱼说 如果你抓得到我的话 你就来吧 然后呢 请孩子们就要从后面的纸张 用丝的方式 然后装饰这一条鱼哦 然后像这个粗体字啊 都是这个日本插画家 他自己手写的 Have you ever seen a peacock? What a beautiful bird! Decorate the tail and make it pretty! 你有看过孔雀吗? 孔雀是很美丽的鸟哦 那你要不要用丝的方式 然后来装饰他的羽毛呢? What's the hurry? Let's take it slow Just like the snails Can you create your own swirls on the big snail? 在急什么啊 我们应该学着蝸牛慢慢来 那你可以用丝的吗? 然后来做蝸牛的这个 帮蝸牛装饰一下 这个说 Say hello to the elephants Oh wait! Something is missing Can you make a long trunk for the big elephant? 跟大象打声招呼吗? 然后诶 怎么有东西小了? 你有发现是什么少了吗? 我们家小猫很忙哦 是这一只大象的鼻子不见了 你可以帮它把鼻子找回来吗? 好 那这一本活动本 我就先介绍到这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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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